哈囉大家好 這一場為大家帶來的比賽是 廢料處理展 紅色的蟲族叫NHO 藍色的蟲族叫做Michael Michael是一個我們在YouTube上面 所認識的朋友 他對於蟲打蟲 他有一些疑問 站在我的角度 我來觀看這個replay並留下評論 看是否能給他帶來什麼幫助 我來看一看雙方的對決 公蟲 十公蟲 雙方都十公蟲 接下來做OV了 Michael速度會比他快一點 這邊呢 NHO慢了一些做OV 一開始的這些 第一隻OV做的時間很重要 OK好 NHO這邊似乎是要9 PS 然後才做OV 博特開先Budron Michael這邊 標準的14PS開場 Budron之後呢 他就沒有成OV了 NHO 這時候做OV了 有一點慢 不過該寡師呢 他做了兩個OV了 OK 那這邊Michael14放下來 孵化石 14跟9差多少呢 那這邊就知道了 差40 差不多嘛 因為做兩隻公蟲是 這個 欸不對應該差一次Overload的時間 25 差一次Overload再加 Overload再加17 公蟲是17 42秒 差遊戲時間42秒 42秒 那這個距離 應該差不多42 所以MICLE做這個決定是對的 如果OV的話 這個時候升早了 15或16OV就可以了 然後第一個股 VC 來做兩隻狗 其實 雖然你看到他早有VS 但是別忘了 你可以做後蟲 其實這VC不大需要太早下 當然 如果你是為了做 飛躺而做準備 也是可以 你VC可能放在這裡這裡 或者是這裡這裡 讓他 在斜坡這裡的時候 就會達到 好 來看接下來 會什麼樣的發展 嗯 叫主要輸掉 那其實 什麼時候該撫Drum 什麼時候該撫 這個兵呢 重組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覺得戰況膠著 沒有關係 三兵一蟲 四個軟嘛 三兵一工蟲 就是放 做三個工蟲 做三隻兵 比如說三隻蟑螂 然後一隻工蟲 可是做 蟑螂的話 又必須 一個軟要做Overload NHO正在咬 石頭 全部都做狗 其實NHO這樣的開場 9PS開場 9PS開場 但是他做了一大堆狗 沒有去攻擊 其實這就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 嗯 這樣子你做出來的狗 能幹嘛 咬石頭嗎 有什麼用 狗咬石頭非常慢 石頭Armor是3喔 狗攻擊力才5而已 咬一下才2 一隻狗咬一下才2 2千 要多少隻狗呢 數不完的狗 這時候MATO放了B1 那是 第一個 這個 能量 拿來噴軟 拿來放蟲胎瘤 那如果擔保的話 我建議 這個 不要第一個能量拿來噴蟲胎瘤喔 你擔保 你不需要擴大你的防守區域 尤其不是對人類的RIP 這個 那Drone數量呢 我們來看 16-12 那Michael這邊呢 你做了太多的兵了 那就是 你把你的錢 全部投入在這個 蟑螂製造上面 而且單礦蟑螂 對 你有要研發 好 那瓦斯這樣子夠的 那現在 150 就可以把這個拉回去 瓦礦 然後 工從數量太少 第一波狗交戰 取不到太多優勢 雖然後蟲差一點點被咬掉 這個沒咬掉很可惜 那現在最大的差別就是 工從的差別 18-12 那現在其實 這個 Michael你在便利上 這時候是佔了很大的優勢 蟑螂不怕小狗 還記得 蟑螂不怕小狗 蟑螂本身帶的Armor就是1了 那些小狗已經咬眼蟑螂不掉了 可是不能被包入 哇 他賺你的後蟲 你看 他的蟑螂傷不到你的蟑螂 可是 他的小狗傷不到你的蟑螂 可是 他 很快的偷襲了你的後蟲 那你損失150 而且 這損失150 是損失後蟲生一隻的時間 後蟲要50秒 遊戲時間 再加上這段時間 你都沒有 沒有再有單位能噴軟 那 這時候你補的是什麼呢 六隻小狗一隻蟑螂 三蟲一兵 可以 三兵一蟲可以 其實 像現在呢 比如說你一定會判斷說 你有沒有兵力優勢 你現在有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繼續生兵 一波壓死他 或者是利用你現在兵力優勢 補經濟 十七十三 那你狗速快提好了 這波壓進去應該可以給他 很大的創傷 你有九隻蟑螂 狗速量是少了一點 狗速量是少了一點 狗速A太快了 挺好 很好 非常好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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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這波你會贏啊 不需要這樣 趕快上去打 你現在讓對方有時間生 就很可惜 不要怕這些小狗 好 現在他做六隻蟑螂 他做出來你的優勢就沒了 他的狗速量就比你多了 好 這波你不應該退 你剛剛那波就可以把他打死了 很可惜 判斷上面的錯誤 他只有四隻蟑螂一大堆小狗 打不贏你的啦 你有十一隻蟑螂咧 原本 原本有九隻 好 那現在呢 他的兵力 現在兵力有優勢啊 你生二寶 你的工從十三 這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現在 這是你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的工從只有十三 那這一波你為什麼會輸呢 因為 第一個你站的面喔 你被這個時候卡到 你只有六個人打他 他有七隻能打你 再加上一開始 他的小狗啊 在前面吸了泡火 讓他的七隻蟑螂 先對你六隻蟑螂開火 所以 才會最後 他剩下這麼多隻蟑螂 好 那 現在呢 你 由於錢不大夠 然後 軟不夠 通常從打從 內戰的話 一開始走 十四BS開局的人呢 都慢慢的有在補這個蟑蟑螂的話 正確的數量 這個Patch呢 八個嘛 Pack一個八個 然後一隻 一個Pack要兩個蟑蟑螂 所以十六 三瓦斯 十九是剛剛好的 八個 這樣子採礦效率就很高了 就像他現在這樣 十九 三隻挖瓦斯 八隻 各挖兩個礦 那 一個礦各兩個 我一直說錯 好了 這樣子他就能 持續的Pack這個 蟑螂出來 有沒有 他剛剛進來打我們回來看一下 好了 我現在有三隻蟑螂 他有幾隻 他有 十四隻 你正在做 這時候蟑螂呢 數量是最重要 就跟追獵一樣 追獵打追獵 誰的追獵 多個兩三隻喔 贏 多了那一發一定贏的 除非對方卡你脅迫放立場 幫你封住 一開始沒有把紅血往後拉 很可惜 那你多招兩萬隻 不過 這個 數量上的優勢呢 慢慢的一直出來 因為你的兵是慢慢出來 給他打的 然後 第一次 走前塔 那你工場還是只有十二隻 其實你的操作上面 大部分是沒有問題啊 比一的蓋法也對 既然你要走蟑螂的話 是沒有問題 OK的 但是 我發現缺點就是 應該不要說缺點啦 可以 修正的地方就是 你的工蟲數量 要抓對時機補 比如說開局你做的狗 你發現他也沒來打 你就放第一次之後就可以 狂補工蟲啊 至少補到十九 或者是 邊升兵 邊補工蟲 可能 兵跟工蟲的比是 一比一啊 就是兩隻兵 兩隻工蟲 或者是三隻兵 三隻工蟲一隻兵 都可以 因為你有差第四 然後這時候要搶點你的主堡 那你這時候就要把所有的 工蟲全部拉出來 靠他的蟑螂了 不能讓他發生這種事情 很可惜 他做這個決定 其實不大妙 他有可能 會被你反敗為勝 因為他要搶點你的主堡 光從他出來一起吸他蟑螂 把他吸光 他主堡又沒打掉 你這時候就佔優勢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其實Michael 這場應該贏 說實在 你的時機點 抓得比他好 你的第一波上來的時候 他蟑螂只有四隻 一大堆狗 你有九隻蟑螂 少量的狗 一定是你占優勢的 你那一波上去的話 他將無法抵禦 因為他 投資在經濟上面 出於做偵查 他不曉得你生了這麼多蟑螂 那個時間點 他是等你來 有沒有 他等你上起一波 第一次看 他才在補這些蟑螂 他最後才補到十隻 十二隻 十二隻還是十一隻 那你那一波 是等他生完之後 你才退 所以在進攻 實際點上的掌握呢 可以再加強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解決掉這種對手 OK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對於 這個 小弟我呢 的 觀念上 值得信誕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replay 寄到 eschemotw at yahoo.com.tw 這個 信箱來喔 我就會 類似像Michael這樣 為你們做出 一點個人看法